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欢迎回到马克时空 最近美国国会通过了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这项国防授权法案耗资近8580亿美元 因为考虑了头红膨胀的原因 所以比白宫提出的预算增加了450亿美元 同时比前一财年的授权额度调高了800亿美元 国防授权法案还增加了对台湾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这是首次为台湾制定具体的国防线代化计划 大大加强了美国与台湾的防务伙伴关系 台湾正在加速量产塔江级军舰 第一阶段六艘造舰任务正在进行中 第二阶段的五艘造舰工作即将展开 塔江级巡逻舰虽然排水量不大 但却火力强大 除了76舰炮还配备了28枚反舰和防空导弹 另外台湾也加快了无人水下载具的研发计划汇龙专案 先裂编36亿6830万台币 这首水下无人载具排水量近100吨 装备了两具鱼雷发射管 还具备搭载两到四人的空间 从外形上与百吨级的微型潜艇极为相似 并不是完全的无人潜艇构型 今天我就来聊聊这些事情 美国国会通过的2023国防授权法案 纳入了参议院外委会在9月14号通过的 台湾政策法案的部分条文 针对台湾的部分罕见的超过了50页 军事援助台湾金额超过100亿美元 协助台湾发展军事防卫能力的力度 可谓空前 美台没有邦交 但法案确立了美台是非北约性质的伙伴关系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关于台湾的部分包括 一 授权国务院从2023年到2027年期间 每年提供台湾最多20亿美元的无偿军援 共计100亿美元 条件是国务卿核实台湾增加自身的国防预算 二是提供一项新的外国军事贷款担保授权 贷款额度20亿美元 还款期限12年 三是授权总统可以为台湾建立一套区域紧急应变储备库 包括弹药和其他适当的防备项目 法案还授权 总统可以动用总统调配授权 每年从国防部库存里面 调拨价值最多10亿美元的防卫物资或服务给台湾 四是加快台湾武器的采购速度 并制定训练计划提升台湾防卫能力 武士国会意见部分提到 与台湾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是提高战备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案还要求制定一项全政府战略来抗衡中共对台湾 及其他支持台湾的国家的影响力和经济胁迫 中美建交40多年来 尤其是最近几年 中共日益偏离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道路 不断用武力威胁台湾 台海战云密布 为此美国遵循这一立场 将对台军售扩充到对台军援 也就是从台湾花钱去买美国武器 升级为美国无偿提供财政援助 扩充台湾军备 这就是有什么样的因 得出了什么样的果 10月12号白宫发布了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 11月29号五角大楼发布了2022年度中国军力报告 都已经明确的指出中共仍是个安全挑战 第一 中共已表达想要打破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 第二 中共拥有足够挑战基于规则秩序的资源和能力 中国军力报告揭露 中共正在增强弹道导弹能力 增强陆海空一体化 以更快的速度建造越来越多的船舰 中共继续表现有意威胁恐吓邻国 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盟友和伙伴 同时也试图阻止美军进入印太地区 中国军力报告还列出了中共对台四大可能的军事行动 包括入侵、海空封锁、有限度的武力行动和导弹空袭 这些都显示关于中共发动台海战争的风险问题 美国的国会和行政当局有高度的共识 只不过国会对形势的认知认为更加严峻 拨款力度也更大 例如连续两年增加拜登政府提出的军费预算 大幅提升针对中共的太平洋威慑倡议的拨款 2023年度高达115亿美元 先插播一则广告 你们知道我现在用哪家VPN吗? 是Surfshark 它是帮助大家畅游网络世界的鲨鱼 它在100多个国家拥有3200台伺服器 是世界上分布最多国家的VPN品牌 速度够快 大家多多少少会有使用公共WiFi热点的机会 例如外出旅行、出差办事等等 另外也有追美剧的 但因为IP限制有的影片无法收看 这些情况VPN都能够帮助您解决 而且Surfshark VPN的服务还包含CleanWeb 能够阻挡广告、跟踪器、恶意软件和网络钓鱼 让您可以在干净的网络中探索 Surfshark VPN适用于所有操作系统 拥有一个订阅账户 就能在无线的装置设备上使用 也能同家人共享 Surfshark现在有年终限定优惠 订阅两年方案即可获得1.5折的优惠 还送3个月免费 现在就订购Surfshark VPN 或者输入优惠代码Markspace 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款 好了输归正传 美国加强军援台湾的同时 也要求台湾增加国防预算 就是必须台湾自身有增强国防的意愿 美国才愿意无偿援助军事装备 在中共对台加强军事威胁 不断在台湾周边演习的情况下 台湾明年的整体军费开支 将达到4150亿台币 大约135亿美元 同比增长13% 这也显示了台湾增强国防的意愿 陀江级巡逻舰是台湾海军重要的新装备 台湾正在加速建造量产型号 第一艘陀江号军舰2015年服役以后 发现了很多问题 经过改进之后 建造了第二艘塔江号军舰 2019年5月开舰 2021年9月服役 塔江军舰也被称为量产型陀江级军舰 因为它与原型舰陀江舰有了很大的改进 我更愿意称它为塔江级巡逻舰 塔江级巡逻舰的排水量虽然不到700吨 但火力强大 共计配备了28枚反舰和防空导弹 舰载防空导弹是两具八连装的海坚二防空导弹 反舰导弹数量也有12枚 台湾国防部的最新报告指出 成舰第一阶段塔江舰的德龙造船厂 造舰人力已经增加 再加上造舰学习曲线延续效应 造舰产能已经大为提升 制造工期也有首艘舰的27个月 减少到17个月 造舰品质也保持不变 坨江型双船体导弹巡逻舰的建造计划 也就是迅海专案 最早出现在2010年国防预算里面 坨江级将用来替换锦江级巡逻舰 在2012年5月 龙德造船公司标得了高性能舰艇原型舰的建造合同 这就是坨江军舰 坨江舰在2014年3月14号下水 2015年3月31号服役 军舰长60.4米宽14米 满载排水量约600吨 双船体穿浪船型的甲板面积 比类似排水量的传统船型更为宽敞 井内还设有中央走道 也比较宽大 台湾海军对坨江舰显然十分重视 除了原始设计就设置了一座方阵禁迫防御系统之外 后来也打算设置一组海坚2防空导弹 显然坨江级不是纯粹可消耗的最低档的舰艇 必须考虑防空生存能力 陀江舰在最早期只规划搭载8枚雄风二型导弹 设计最后阶段增加要求为雄二雄三各8枚 随着武器不断增多排水量也变大了 导致实际的航速变低 陀江舰主机采用了两台MTO高速拆油机 使用了4具水喷射推进器 最大航速可以达到44节 原始设计的指标是战备状态下航速能够达到38节 但实际满载航速只能达到25节 主要因为搭载16枚反舰导弹时 整体重量过大 吃水变深 最大航速只能达到25节 即便半满载时航速也很难达到30节 与最初设定的38节指标相差甚远 战术机动能力也显著下降 因此后续的量产型号 在动力系统方面有了比较大的改进 陀江舰的艇尾部署了调方式的可变深度声纳 还有三连装的鱼类发射管 具有一定的反潜能力 陀江舰配备的主被动可变深度声纳 能在30节速度下拖曳航行 不过作为快艇来说 拖曳声纳的反潜并不太合乎实际 一方面快艇高速航行时 噪音和震动都比较大 会影响到声纳的效能 另一方面 快艇自身的排水量有限 只能携带非常少的反潜武器 实际的攻击手段很有限 并不能发挥多大的反潜作用 反而会大幅增加军舰的舰造费用 最终在后续的量产型号 塔江舰上 还是取消了声纳和鱼类发射管 根据陀江舰发现的一些问题 后续量产的塔江舰做出了相应的改动 塔江舰的舰体长度 从60.4米增加到了65米 宽度从14米加宽到14.8米 满载排水量从600吨增加到685吨 增加了长度和排水量 改善了浮力和试航性 塔江舰的续航力大于1800海里 舰上的编制人力 从原型舰的41人增加到58人 塔江舰的推进系统 也做了重要的改进 从两部柴油机变为四部柴油主机 满载的最高航速达到了30节 塔江舰也提高了发电冗余 原型舰装备两部功率350千瓦的发电机 塔江舰改为三部180千瓦机组 既可以改善低负荷运转时的积碳现象 又增加了运作时的调配弹性 也改善了油耗 塔江舰的主要武器大致与陀江舰相同 舰体中部除了搭载反舰导弹 还增加了海舰尔防空导弹 雷达也相应的改用了性能提高的 X波段3D相攻阵雷达海风眼 海风眼雷达最大侦测距离60公里 可以同时追踪64个目标 并同时指挥9组以上的防空火力单元进行接战 塔江舰在执行复合作战任务时 还可以再携带20枚鱼雷 结构方面 塔江舰的船型设计也有修改 脱江舰的船体部分是V字形的 而塔江级则改为平缓的U字形弧线 和江舰主甲板的艇内 只有一条位于中央的主通道 而塔江级改在两弦的前墙内 各设置一条通道 这样的话 弦墙与内部船舱之间多了一条走道间隔 可以提高重弹时的保护效果 此外万一一条通道受损而阻塞 还有另一条通道可以连通全舰 塔江级的前部船楼驾驶室外形也有更改 在脱江舰的测评当中 发现舰桥上层船楼的雷达反射波比较大 所以参考各国巡逻舰舰舰外形 改采用了类似钻石角度的多面型 以降低雷达反射强度 而缩小舰桥窗户面积并改成向外倾斜 除了减少雷达反射也是为了降低阳光在海面上造成的反射 主机排气方面 脱江舰把排岩口设置在两舰外侧水线附近 但测试结果却发现排气口容易进水导致机械故障 所以后续量产的塔江级将排气口高度提高2米 并设置在双船体的内侧 主机排气受到两侧船体的遮蔽 还采取水雾来降低废气的温度 可以显著降低舰船的红外特征 避免被敌方红外线探测系统发现 为了加快塔江级的建造 已经从原来预定的三个批次减少到两个批次 共11艘 预定在2026年底全数交舰完成 除了水面舰艇 台湾也加速了水下武器的研发 在国造潜艇之外 现在代号为 汇龙专案多用途水下载具研发计划 又浮出水面 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指出 汇龙专案多用途水下载具 主要是进行各项研发装备的测试 不仅声纳等侦搜系统功能齐备 还将配备两具鱼雷发射管 成为国造水下武器装备的测试平台 这些国造水下武器装备测试的 各项数据与结果 都将成为国造潜艇 进入量产阶段后的重要选用依据 多用途水下载具的制造部分 已由龙德造船厂与协力厂商得标 而中科院则负责在内部安装 各项国造水下武器 声纳等装备 以及测试仪器等等 这种多用途水下载具 规划排水量接近100吨 外观类似于微型潜艇 长约30米 宽约6米 载台上方有类似潜艇繁照的装置 作为对比 台船目前正在建造的国造潜艇原型舰 排水量大约2500吨 长70米 宽约8米 属于中型潜艇 美国正在测试中的 虎晶无人水下潜艇 属于大型的无人水下载具 长约15.5米 宽高各为2.6米 虎晶因为是完全无人驾驶的 并可以自动行驶 技术要求非常高 台湾这次研发的微型潜艇 应该还具有特战的功能 可以靠近敌人的海岸线 释放特种部队 进行侦察布雷等活动 可以作为主动防御武器来使用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最后再次感谢 Surfshark VPN赞助这支影片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马克时空 咱们下期再见